读书是有用的 1985年我被调到机关上班 王是调配组组长 组长后来可以是主任科员 也就是科长级别 当时没有评定主任科员 王就是大头兵 后来王提升为副处长 处长 局党委副书记 局党委书记 四个职务都做得一样好 我就称呼他王 王在家排行老大 下面有六个弟弟妹妹 老家是和奸 王当过兵 大约是1965年的兵 退伍以后做调配很多年 王人很好 很多人都喜欢他 王读过高中初中没有 我不知道 他文化程度不高 是我的印象 因为当时高中是很显眼的 高中就是高学历 王有一个特点 就是读书 我们一起出差 他带的书看完了 他就四处找书 没书看他难受抓床铺 他来自普通工人家庭 他从来不发脾气 不发火 不仅如此 当时他是副处长时 局党委副书记 冲他大喊大叫发火 正巧我也在他办公室 只见他小声说了几句 那个副书记就不嚷了 在机关工作很多事办对 不办也对 无论是办还是不办要和领导的意义 而领导不会把每件事 他的想法告诉你 这要很谨慎 更要非常果断 王做得好 领导交给的调配工作 他想方设法办好 他沉着自信 从来不多说 真的是和他爱看书有很大关系 有人与人棘手的矛盾 拿到他那里 很快平息 王总是平和乐观 机关里有的处长整天生问气 因为他给领导建议的改革创新工作方案局长 一点兴趣没有 某处长心理长期不痛快 刚出问题 没用半年就去世了 王过得好 是因为他读书多 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该怎么办 我从来没看见他抱怨 也没见过他失态 真可谓通透谦虚 不已是压人 更受人尊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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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